新北市淡水区日前早上七点多雾霾严重 能见度相当低 记者陈彪文翻社分享 新北市淡水区日前早上七点多雾霾严重 能见度相当低 两名来台观光的60岁 大陆及富人在沙伦路156巷口徘徊 神色慌张不知该往哪走 后来看到正在指挥交通的远景林明贤 两人冲上前给林元大大一报 并喊佛祖呀救我们 但总是接踵而至 林元问住哪间饭店 富人称忘记名称 拨打富人给的号码给导游 又是空号 最后林元根据朱司马基得知饭店位置 在人到饭店门前 富人又说没什么印象 直到导游从柜台冲出来 大喊你们去哪了啦 林元直呼到底也哪出 陆及诚信富人笑着说 当时是想出去看看海并拍个照 因为导游说走15分钟左右的路就可以看到海 但雾太大根本连路都看不清楚 这位警察真是佛祖转世 雾中就他最显眼 是我们的救星 林元苦笑说就是根据15分钟的路程看到海 判断饭店位置并转头问富人你们一出门就知道起大雾 那就算真的被你们走到海边 要怎么拍照 什么都看不到吧 两富人顿了二秒 摸摸自己的头说也是耶哈哈就想观光吗 林明贤正色讯赤 导游你传行程简讯给客人 还留你的电话 为什么是空号 是 要躲什么吗 导游赶紧鞠躬道歉 对不起 我当时手残 疏忽打错号码 会赶紧更正并向警方解释 其余游客已经先上游览车跑行程 他则留在饭店等待两位富人 两名来台观光的60岁 大陆籍富人在沙伦路156巷口徘徊 神色慌张 不知该往哪走 记者陈彪文翻社分享 林明贤下班后换私人车 在富人到饭店前 记者陈彪文摄影分享 富人到了饭店门前 竟称是这间吗 没什么印象 也另请傻眼 记者陈彪文翻社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